八十司令部报告,我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由于从敌人不进而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接电话的参谋长谢芳都不相信,他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报错了? 电话里说,没搞错,确实是敌人,说外国话,听不懂。 那你们的位置在哪里?在北镇至温景的公路上。 25日上午,10点20分,战斗打响了。 当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一个先头加强步兵营,禁止118师354团在风中洞、雨水洞之间的埋伏圈时, 志愿军当即以拦头、铁尾、斩腰的战法,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而猛烈的攻击。 首先发现敌人并与之展开战斗的这个事,就是三天前彭德怀临时抓住并变受机翼的那只过路的118师。 他们现在包围敌人的位置,正是彭德怀三天前指着地图,命令他们抢先到达的温景。 10月28日晚,志愿军第40军主力开始向温景移动,灰头动地狱之敌,发起进攻。 基战至29日晨,将美军第6、第80,各两个营大步歼命。 该军第118师乘敌动摇之急,于29日晚向伟第7团发起进攻,经一夜战斗将其大步歼灭。 志愿军首长,遂令第38军迅速攻占西川,而后向新兴洞、球场、军鱼里方向突击,向敌侧后实施迂回。 第38军由于把西川之伪军误认为美军,为及时展开攻击,以至于10至29日黄昏发起攻击时,敌已难逃,失去了艰敌两击。 伟第2军团操作打击后,敌人随意发现中国军队如潮参战,但对兵力估计不存。 10月31日,美帝24师继续向硕州前进,美帝一军预备对骑兵第一师,从平壤调至云山,龙山渡地区增援美帝一师。 敌军虽然调整了部署,但其兵力能处于分散状态,而且不明我军的情况。 以此,志愿军首长决心采取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云山、泰川、球场地区之地。 毛泽东便告同意了这一决例,并指示,此战只要我第38军全部,及第42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青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够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施封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 第39军,原定于11月1日19时30分,向云山之敌发起攻击。 试日15时30分,发现云山敌人有纯粹的迹象。 最长期,以8个步兵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提前于17时发起进阴。 西战是2日凌晨,攻占云山,殲灭雷伟军各一部,并在云山以南堵住了由云山撤退的北骑兵第一师第八团支出队,直击三营的退路,将其压缩包围于诸仁桥地区。 2日至3日骤兵,该敌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拼命突围,军卫得逞。 3日夜,中国军队将被围之地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志愿军第115师343团,在云山以南、龙城洞、龙头洞地区,击溃了由博传方向北援云山至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 云山战斗,我军首次以掠视装备揭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以及毁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 共计毕商复敌两千余名,其中揭灭美军一千八百余名,缴获飞机四架,击落飞机三架,机毁与缴获坦克二十八辆,汽车一百七十余辆,各种套一百一十九门。 打击了号称王牌军的美骑兵第一师的嚣张企业。 11月3日,我西县各军尊到志愿军首长的电令,转入追尖逃敌的作战。 10月25日,一路乘胜挺进的美军突然在朝鲜北部山区遭到了顽强阻击。 美军一时大为疑惑,战斗中第八集团军抓住二十五名志愿军俘虏。 经审讯,美军情报部门才弄清中国军队已经入朝,他们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但兵力数目不强。 当时美军估计,中国军队可能约有五个师的兵力,最大的战斗单位是团级。 根据这一情报,美军全线停顿下来,前出的部队也紧急收缩原地待命。 美国国务院经过全面分析,不知为什么竟向杜鲁门报告说,中国人进入朝鲜完全是为了保护中朝边界上的水丰水利发电站和鸭鲁江沿岸的发电设施。 所以,应指示麦克阿瑟公开宣布美国没有任何破坏中朝边界上水利发电站设施的意图。 在这之前,美国外交部曾通过英国请印度尼赫鲁传话给北京,关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我们可以引证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仁川登陆后,尼赫鲁曾经传话给我们说,美国人不会越过三八线。 10月初,美军过了三八线,我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和尼赫鲁说的情况可不一样。 不久,英国外党贝文又通过尼赫鲁向我们表示,美国人虽然过了三八线,但据鸭鲁江40英里时就会停止。 据近年的白宫解密的朝鲜战争文件披露,美国在那时还不打算与中国冲突。 在一份美军参联会发给远东司令部文件中明确指出,你们的部队绝对不允许越过朝中边界。 而且作为一种政策,在连接中朝边界的地区,必须使用韩国地面部队。 此外,在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也不包括海空军对中国的领土采取行动。 现在中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北朝鲜,这是美军揣测不定,惆怅不前。 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后,没有成胜进逼, 而是主动脱离,回撤中还扔下不少武器装备,谈谈罐罐,扬坐败退。 中国军队在朝鲜北部的群山中突然出现后,又突然消失,使朝鲜战争在初冬的瑞雪中更显得扑朔迷离。 十一月十日,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抛出一个提案,以其进一步稳住中国。 美英等六个国家马上举手通过。 这项决议是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并同时向中国保证,联合国的政策是保证中国的边界不受侵犯,并充分保证中国人在边界线区域的合法利益。 这个合法利益指的就是鸭鲁江南岸的朝鲜水风发电厂,它的电力一部分输往中国边境的地区使用。 对于这个决议,苏联代表使用了否决权,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苏联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否决一项提案。 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这次否决,迫使才建国一年的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狭路相逢,殊死搏斗,大打一场。 11月23日,麦克阿瑟从东京直接飞到北朝鲜第八集团军临时指挥部。 这一天正是西方的感恩节,一个半月前,他在威克岛向他的总统保证说,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现在他又把结束战争的最后日期定在一个月以后的圣诞节。 这一天的中午时分,他乘一架喷气座机沿鸭路江飞了一圈,在五千英尺的高空向地面观察。 他得出结论说,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不会超过三万人,冰前雪地上有十万军队早应该被空军侦查到了。 这时的麦克阿瑟已经拟定好了代号为最后公式的作战计划。 这时,仅在朝鲜本土联合国军总数已超过四十二万人,其中地面部队三十三万人,分属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 远东空军三万六千六百人,作战飞机一千一百架,远东海军五万四千四百人,各行舰只三百二十艘。 至十一月上旬,美军战线已经推进到分别距鸭路江三十至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段。 北朝鲜政府在仅存的这一贯穿东西背水无险的狭长地狱里,已经失去了有组织的军事抵抗能力。 在此之前,美国空军已经把鸭路江上的桥梁炸断四座,其余严重毁坏,出现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基本被切断。 基于以上兵力、战场及态势的判断,华盛顿选举批准了迈克阿瑟最后攻势的计划。 这是美军战地记者在航空母舰上拍摄到的当时美军以美时计算的战争损耗。 据战后资料披露,美国当时在并未摸清中国军队的真实情况下,急于完成迈克阿瑟最后攻势计划,是因为他已经耗不起在朝鲜半岛上的时间、人力和财力。 也是在11月23日感恩节这一天,美国军方把国内的歌星请到前线,战场献议, 继次缓解士兵战前的紧张情绪。 但是美军那时还不知道,仅一周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九兵团,改番号为志愿军第九兵团,三个野战军已相继入朝。 这样,在北朝鲜中国军队已达到九个野战军,三十个作战师,共计三十八万余人,超出联合国军前线兵力的一倍半以上。 此时,他们正潜伏在白色的血缘里,等待着这些沉迷在思乡歌曲中的美国大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